脸上很生气,脸上很愤怒 打人不打脸是国际惯例,这人怎么能不懂规矩 更可惜的是死女人不知道用的什么手法 拳头砸在脸上挺痛 下车后脸上黑脸回到保镖中间 却硬是一点外伤都看不到 妈的,这娘们以前不会是混过城管吧 保镖们完全不知道脸上的纠结 以后者的傲气,也完全不好意思说自己居然被这个女人给揍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她现在一见到扬言似笑非笑的表情就觉得心跳加速,血压上升 莫非这是爱情? 一想到这里,脸上自己先给自己一耳光 操,最近肯定是紧张过度才胡思乱想了 保镖头子震惊 脸上,发生了什么事? 呃,没事 脸上黑脸横横瞪风小小一眼 感觉自己现在急需发泄疏解 于是赌气般咬牙道 我就不进去了 到夜场转转 为达尔 风小小无所谓侧头反问 刚从后一辆出租下车的北欧帅哥默默点头 表示自己没问题 风小小满意 转回头笑咪咪道 那脸上好好玩哈 维达尔就麻烦你照顾下 他比较纯情 有个北欧新主神跟过去就差不多了 除非遇上盘古直接出面 否则对方至少也能把脸少给捞回来 脸少怒气冲冲地带人出去狂海找乐子去了 风小小把江里捞出车 刚掏出钥匙 又一辆出租车开到 舵天使眼巴巴从车里追了出来 出门口几人露出一脸尴尬表情 想问问洛西法的事情 风小小问 舵天使抓抓头发 强笑笑 我听附近的几位魔将提起 说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的赫拉 被掳走的时候出现了一位无头的魔神 似乎和洛西法殿下消失时 会操纵狂风的男人是同一伙 是行天 不是无头魔神 风小小叹息个 开开门府江里进去 其实今天的女拔 也是那一伙人之一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洛西法在哪 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在四处复活洪荒时的神魔 已作为伙伴 同时 东方以外的其他神系 可能都面临被劫走威胁 虽然不知道 他们抓走这些神魔 是想做什么 进来吧 我们里面说 刚才注意力不大集中 风小小都没察觉到旁边 有一半熟大麻 令鲁薇外带走过 忙碍下话头 示意堕天使进门谈 所谓伴熟 就是大家在同一小区 经常会碰面 彼此熟知对方的 一部分家庭情报 但是真正的交情 却又不深 小小小啊 最近在改行打算写剧本呢 大麻笑呵呵打招呼 听起来挺带感的 是神话题材的 呵呵 干笑两声 今天的这个女人 这么厉害 露西湾大人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呢 今天的女拔 还不算是最厉害 卢走赫拉的 行天就比较出名了 以前的皇帝 啊 也就是东方 曾经一任的天庭之主 都险些被他给干掉过 风小小让杨炎搭手 帮自己把江里搬进五曲 刚才那么一小段路 他就又睡了过去 自己则拍拍手 对堕天使继续介绍道 而那些洪荒神魔的老大 我怀疑可能是盘古 盘古你可能听到的不多 但是在我们这系统里 算是顶头的老大 和福西不相上下 有福西这样强悍的对比组 堕天使很直接 就摸清了盘古的地位 那 那露西法大人 堕天使吓得结巴 风小小沉默半分钟 而后沉重拍拍堕天使肩膀 让我们一起祈祷吧 堕天使都快吓哭了 露西法的下落 确实是个为难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风小小也得为此负上一定责任 首先不说对方 是在东方土地上出的意外 就算追究到绑架人的身份上 那也是东方神体体制管理部 严格的责任 其他神系才不会理会什么盘古 福西属于不同立场的理念 历史遗留问题 他们只认准了这拨人 都是东方出来的 回淘一巴安置好江里之后 风小小终于有时间应付跟进跟出的堕天使 带人去了客厅 先倒杯水再往沙发上一坐 顺手试一下 你也坐 陆哥的事情我们确实很着急 但是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 我们根本找不到人 堕天使想了想 我将大人说过 在你们的地域里 有一只很神奇的大狗 他知道这个世上发生的所有事 有这回事 风小小脑子还放在 今天女拔出现的细节上 一时确实想不起什么 于是问同样坐过来的杨延 咱们地府什么时候也养狗了 大概是说地厅 杨延思索一会儿道 地厅原本是地藏网菩萨的坐骑 原身是一只白色大犬 能听到天上地下所有的事情 如果他指的是那只狗的话 可能确实能查出点眉目 堕天使兴奋握拳 夜死个急急忙问 那么东方的神明们 现在你们能够帮助我们 找回路西发大人了吗 有线索当然没问题啊 更别说这还是互惠互利的事情 风小小迅速联系薛鬼王开鬼门 薛鬼王表示现在的时间太早 开门恐怕会影响人间阴阳平衡 最好等到午夜子时 既然决定了时间 那么这段等待空档 当然是要先准备地府 副本探险小队的成员名单 虽然表面上来看应该没什么危险 但谁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变故 电视上都演了的 一般主角等人寻找什么邪恶势力 的重要线索时候 各种天灾人祸都会出来阻挠正义 人不用多 就二哥你跟我去一趟 嗯 维达尔最好也走动一下 他大概对行天线索有些兴趣 想到这里 风小小干脆利落给维达尔打电话 手机一接通 风小小还没来得及开口 一串爆炸般的疯狂摇滚节奏 就顺着听筒轰炸了过来 风小小条件反射把话筒拿远 皱眉痛苦了下 听力太好 有时候也真不是件好事 维达尔 这个发音已经是纯粹适用吼的了 维达尔就站在夜场中心的舞台上 三步远外是连哨 周围是疯狂摇摆扭动的狂欢人群 北游帅哥轮廓分明的五官级高大身材相当引人注目 但他的表情却没有一丝变化 显得和整个舞台格格不入 简直就像是在五光石色的绚烂中沉淀下来的一片阴暗寂静 是我 尖叫和音响混合出的效果都快让风小小崩溃了 不由再喊 换个地方 我有事找你 顺手推开一个快要寝入连哨安全距离的辣妹 维达尔顶着连哨仇恨目光 目着一张脸相当平静拒绝 不 你让我跟着他 所以他不能离开这个官二代太远 且必须保证对方身边不会有陌生人士接近 自作虐有没有啊 风小小难以相信问 连哨现在真的在夜场 嗯 所以意思就是他在泡妞 而你就这么旁观他泡妞 嗯 其实听到对面传来的喧闹夜场背景声 风小小就差不多猜出对面情况了 连哨的胆子着实是大了 在自认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巨人还敢去这种龙蛇混杂的地方狂欢 不过这也有可能是忘忧伞作用 虽然对方不记得发生过的具体事情 情绪还是会应受到一定影响而产生变化 忘忧伞毕竟不是迷幻药 只是单纯的遗忘药剂 相当于是从人的记忆中 硬生生抠去不该他知道的部分 有些人抹消记忆之后会察觉一些不对劲 而有些人则是如连哨这样顺心而为 完全不去想改变的地方是不是不正常 沉默了个半分钟 风小小无奈 那能不能带着连哨一起找个安静的地方 我这里真有事 嗯 不一会儿后 电话听筒那边传来怒骂声 锤打声 挣扎声 安静等了一会儿 维达尔的平淡声音再次从听筒中传出 说 你把联手怎么了 带他一起 维达尔相当淡定 在厕所 难怪刚才那么热闹 眼下顾不了那么多了 风小小抓紧时间赶快讲话 我们晚上要去找地厅询问路西法的下落啊 那只狗能听到天地间所有的事情 砍断你斧子的行天 说不定也能知道在哪儿 我也去 维达尔声音似乎有几分咬中 看来对于行天曾经砍断自己斧子的事情 还是相当在意 风小小松口气 有反应就好搬啊 怕的就是对方什么都不感兴趣 我知道 所以才打电话给你 你先让联绍自己出去玩会儿吧 我们说话毕竟不方便他听 这回维达尔没有意见了 相当痛快释放联绍 接下来交流内容 无非是确定时间以及对方需要赶到的地点 只是由于其中掺杂某些不适合被人知道的字眼 未免出现不必要的波折 所以才需要让联绍先行离开 后者的安全问题本来还有些小麻烦 但在风小小一个电话把唐琴从床上叫起来之后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一切准备就绪 午夜十二点 风小小和杨言准时从陶一巴开车出发 毕竟半夜不用考虑堵车问题 一小时时间 已经足够他们开到城市中任何一个角落 汽车引擎声一响 隔壁居民楼二楼还亮灯的某窗户里 立刻探出一个脑袋 正是白天遇见过的大妈 大妈很是彪悍呢 不仅探头出来 竟然还拿望远镜看了一眼 一见是风小小二人 顿时收回头去关窗 风小小和杨言甚至清晰听见对方嘟呢 现在的女孩子呀 哎 童居都不说了 还怎么办出去找刺激 风小小大汉 童童扬言 二哥 你觉不觉得从过年以来 我们这里就有点太嚣张 来来往往的全世界男女老外就不说了 关键大家来的时候还不分时间 长久下来周围确实有了一些说话不好听的中老年八卦党 而风小小作为逃逸八主 又是女孩子 难免名声就有点不那么清白 杨言择了声 打了个方向盘拐出街口 别理他 那老娘们自己孩子出国留学好几年了 听说前段过年过节的时候都在打工 最近才终于说要回来一次 他这几天每天出去买好多东西 等到凌晨一二点 估计今天又是没等到 所以心情不好 哦 杜金 风小小恍然大悟 现在城市里确实流行送孩子出国的 这个属于社会现象 主要还是攀比引起的 国内对国外的盲目崇拜滋生并助长了这一风气 但是实际从现实角度上来说 国外的很多课程并不一定比国内教授的更高明 甚至在基础教育阶段 很多在国外留学的人更会发现 国内教学进度比国外要远远超出许多 当然现在都在讨论减负问题 盲目的增加课程难度并不是一个多好的现象 但起码能说明一个问题 国内的基础教育超前于国外 而后者所具有的优势 则轻重于培养孩子多方面兴趣和自由发展 留学一年费用通常在二十万到三十万左右 很多普通家庭根本无法正常负担 于是借债成了普遍现象 于是留学生结局打工也成了普遍现象 隔壁大妈的子女并不算个案 许多留学生为了省来回路费 或是争取节日打工的高时薪 数年不回家都早就是尝试 海归家庭的心酸啊 风小小感慨个 说出去倒是挺高端的感觉 但是为了多这一层金脱离全家还树立骨肉亲情 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 扬言吃笑 你是没人送你出去留学 下目嫉妒恨吧 俩人关系不错 有类似接老底的话也可以直接脱口而出 要换个别人的话 想到风小小无父无母的天煞孤星身份 好多话出口前首先脑子就得先过两圈 生怕一不小心伤害到其脆弱心灵 风小小白眼过去 其实李承受养我的时候还是挺大方的 感情没怎么沟通培养过 但是物质条件还是提供的很给力嘛 咦 这么说的话确实也是哈 反正我在哪儿都是花钱没人管 干嘛不送我出国 这样从小留养回来 最起码自己现在英语就不至于那么差劲 搞不好也能混成别人眼中的金龟女 风小小大感懊悔 扬言笑了 开玩笑呢吧 把女娲送到洋鬼子地盘 培养成香蕉ABC 别说她只是太白金像 她就是玉皇大帝 都没那胆子 嗯 也是 闲话开车 半夜通畅无比的路况 让扬言很是唏嘘 要是白铁也有这么好的交通的话 其实她倒是不介意多出门几次 赶到指定地点的时候 薛鬼王已经等在那里了 这里是一座公园 山顶有佛寺 属于公园一部分 而公园大门在半山腰的位置 娱乐设施不多 卖点主要在于环境 本是不少热衷健身的老头老太太们 就喜欢骑大早爬山 先顺着水泥路爬到半山腰 再群树环抱中打个太极拳什么的 而后等公园开门了 再爬上山顶拜个菩萨 之后溜溜答答下来吃早餐 半夜时候在山里基本见不到什么人 薛鬼王正坐在一个数墩的凳子上抽烟 见到扬言车子出现 这才忙把烟头一掐赶过来 你们倒是会掐时间呢 我十一点钟就到了 你们怎么才来呀 这都已经快十二点半了 再过半个小时就过了此时 他本来还以为人可能会迟到 反正晚上不堵车 风小小笑笑先打电话 维达尔 我们已经到了 你还多久 维达尔半夜拦车也颇费了一番周折 大半夜还在街面上跑的出租车不多 但遇见一两辆的话 基本都是空的 拦下来倒也容易 关键问题出在他要去的地方 一提到这么清静的公园 再加上一个孤身牢外的诡异情况 低哥们都有那么一点发怵 现在跑车的也不容易 多少出租车被打劫的新闻 早就在报纸上灯烂了 谁没事会往这么难溅人烟的地方跑 好不容易强行上了一辆车 低哥还险些吓得把车直接拐去警察局 最后还是在重金报酬之下 这才终于找到了一个胆大的哥们 肯带他 接到电话 维达尔面无表情打 马上 马上是多久 风啸啸执着要求确定时间 再有半个小时就过此时了 过了时间 我们可不等你啊 维达尔深深盯住司机 司机被盯出一身毛汗 吞了好几口口水 才察觉对方大概是想问路程 干笑 统治是想问还要多久 不远了 再有五分钟准到 那边的风啸啸也听到了 直接嘱咐 你跟那师傅说 直接开来小凉亭这里就行了 我们和老薛都在这 司机很厚荡 路面也很给力 五分钟不到 果然有一辆出租车开来 停在离风啸啸等人 大概三十多米的地方 维达尔下车付完前 司机火烧屁股般飞快开跑 似乎是怕撞上什么 不适合自己知道的事情 月黑 风高 偏僻低一段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他的猜测也算是正确 等汽车引擎声开远 薛鬼王站起来点点头 都准备好了 行了 开吧 风小小笑 又不是没去过 再说是你地头 要准备什么 不用皱纹 不用做法 鬼王要回阴界 就跟普通人回自己家似的 轻描淡写就破开一道黄泉 狂暴的阴冷气息 顺时从缺口中疯狂涌出 赶紧领了几个人进去之后 身后空间自然闭合 将幽冥界和俗世界的连接关闭 薛鬼王熟门熟路地在前面带路 一边还解释 我们就不从望穿那边进来 奈何桥还没修好来着 这黄泉呢 他阴气太重 平常时候从这边走 我都只敢在子时进来 不然大白天的 突然阴风阵阵的 那怪吓人的 再说 也怕人看到不是 你夫人现在还好吗 风小小倒是理解对方的 小心考虑 颠颠头顺口问 薛鬼王可笑 哎 且睡着呢 有个死鬼家里啊 还挺有钱的 给他是烧了不少的家具下来 还有那别墅呢 那死鬼啊 就给搬了张豪华大船 过来孝敬了 已经挪到望穿河边去了 我老婆现在 还离开不了那些 慢书沙滑的 也不知道城隍那两口子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新的阴间上岗牌照啊 杨颜也插嘴 神料你不打算中了 哎 这一颗中了 要等五百年 另外一颗中了 我老婆就成了别人家的 薛鬼王叹气 哎 先看看吧 过阵子不行 再说吧 本集演播 曼珠尔 班砖道长 曲曲 大马金刀 吴天 小裙子 夜话 小猶子 小猶子 大马金刀